哈喽各位好久不见 兜兜专上看似20级下来没啥进步 其实只是这货说话太直 遇到情况时哥哥想疏散民众 他强调打怪兽才是他们的职责 哥哥话聊反饭 他知道没的商量直接动手开箱 哥哥觉得美剑可以原谅 他指出原谅不解决问题 不难发现他的判断完全没毛病 就是多少沾点地心伤 科学家遗传病 吃不了 没救了 结果剧场满这货成了全局唯一一个有CP的人 WTF 妹妹招扬 卖萌担当 角色扁平 刷伤力不亚于有面人和死麦鲁人的哈皮人 其最大作用一是和美剑稳定局势 二是燃起兄弟俩的妹控之力 毕竟世界上只有两种男人 一种是妹控 一种是不承认自己是妹控 你这种行为是不对的 作为奥特曼我要阻止你 去他奶的刀特曼 你敢动啊妹妹 老子要跟你拼命 哥俩的设计是老父亲 别的先不说 这演员长得跟斯沃鲁兹实在是太他妈的像了 每次他一激动 我都生怕他下一秒就一发小气 把兄弟俩当虫皇给崩了 星球级服装设计时 其大脑回落比斯沃鲁兹还离谱 我本想这么说 但他的设计后来居然成了外星人的时尚顶流 围绕他的服装审美 甚至打了一场星际战争 这雕图一出 我当场一口水喷了一屏幕 太牛逼了 原来肤浅的是我 真 他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原来这才是传说中 叹气生命不能欣赏的行为艺术啊 艾染成 全篇最有趣的角色没有之一 本地头号科技公司大虾脚 相当卓越的企业家与科学家 传说中能准确输出 每一个员工名字的好老板 科研水平也是顶级 结局能实体化彩龙 他起码一半功劳 要不是总想着搞事 简直是资本家的业界良心 表演性人格 随时随地戏精发作 说话前必须先来个三连镜头铺垫 因此总被各种人花式抢挂 没被气死 实属是涵养到位 实际上是被名为切雷萨的 外星生命体一生 史上活得最风光的 驻地球外星人 凑家兄弟质疑他的身份 结果你猜他怎么回答 看哥俩的表情就像是在说 兄弟 杂正 我怎么觉得他说的 好像挺有道理 早年被欧布救过一次 虽成为欧布骨灰级死忠分 为了成为奥特战士 不担手段 关键还真让他成了 一边自导自演 树立英雄形象 一边把凑家兄弟 坑得灰头土链 好几次都差点 把哥俩的心态搞了 给自己还能风风光光 受全民追捧 纯纯的坏逼一个 标准的伪君子 有自己拿一套歪曲式英雄理论 但实际观感 莫名其妙的还挺有魅力 包揽前半段 七成以上的看点与笑点 结果谁知中期突然天降起屏 阔胡骑士奇葩的喜 爱染辛辛苦苦十来年 一招回到解放前 旗下产业和AI老婆 全让人过家家一样随便拿来 被一个空降角色 像扔垃圾一样 随手吹飞 潦草退场 从此主线部分观感 就开始直线下跌 美剑这个角色吧 你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想啥 说好了要炸掉地球 跟鲁格赛特来个天地同手 把兄弟俩变身器抢了 就万事大吉 结果你自己瞧瞧 你都在干嘛 看别人家庭和睦 算了算了就跑去三封点火 完了被天然戏当场爆杀 你凭A都能A歪了 明明东西都抢到手了 非得当着凑家兄弟的面 骑脸最臭 那么大个终极形态摆面前 他就是一口咬钉 他俩配不上罗布 完了吵架吵到一半 哎 变身器自个儿飞来了 美剑这一脸胖橘一样的震惊表情 让我觉得 他这一千三百年 肯定是跟哥尔赞当理局了 不然没人会看不懂 这点人情世故吧 你说你太孤独了 舍不得哥哥的遗物 行 我也能理解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 客观上来说 前代罗布拼上性命保护的地球 好像也约等于你哥的遗物吧 结果现在 你不怕 老娘就是要炸地球 你可真是千年遇遇的好妹妹啊 能理解没见的做法 可一个篇幅十来级的角色 到头来得靠小说不完 本身就是一件很离谱的事儿 最后看着凑家兄弟与前代重合的背影 终于选择放下仇恨 挡了一级震魂曲英勇牺牲 可悲可态但却很难感动 只能说角色框架很不错 可惜塑造崩了 后期的主线观感也因此实在没眼看 在我看来 罗布是半部非常有心意的作品 文系内容相当丰富 有普通人变成奥特曼的有趣反应 有作为人的生活和作为傲的使命间的艰难抉择 有关于青春与梦想的浪漫诠释 有反思何为真正英雄的挫折与再起 人界体的形象基本树立完全 反派的魅力同时充分展示 打戏部分不能算精彩 但也有王牌空战这种过瘾桥段 至于后半部 在我看来 罗布是半部非常有心的 总之剧情上的吐槽差不多就是这样 彩龙这种贱命又猪笔的丢人boss 还是让他爬吧 罗布就是这么一个平凡中 带着满满创新意义的故事 诚然他不禁完美 在喜剧与悲剧上逐二徒而不得其一 但绝非像一心人口中 新生在最烂那样一无事出 就像黑欧布那集 爱人吐槽了那么多 批判了那么多 指点了那么多 最后也不过证明自己是个可笑的昭和遗老 又是远古经典的阴阳怪系 这半人虽然会犯错 但始终在探索 有的人活在过去 但远古一直在前进 罗布是个遗憾没错 但绝非谢作 与小家处见大鲤 与平凡处见真章 同样是奥系列的精神所在 OK 新生在奥的TV吐槽系列 到此全部结束 你三个个一向言而有信 从不留坑 说好这个月搞出银和罗布 我怎么会骗你们呢 责他啊 我是想不出什么新的骚伙 所以过了 原生之初 这玩意儿不是被开除奥级了吗 反正你们快开学了 我不妨来吹个大牛 这期点赞过两万 两周之内 小梦吐槽百分百安倍伤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